教育应该由小开始 你应该会认同的啦 那理财教育是不是都是一样 作为父母的你 又怎样去教育你的小朋友理财呢 国际金融知识水平中心 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36%的大马成年人 有足够的财务知识 稍微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还有大把进步空间 我们都很清楚 教育应该由小开始 家长有责任教育小朋友 正确的理财知识 讲就容易 做就难啦 教育小朋友理财 需要有技巧才有效果 这一期就来分享一些提示给你 你好 我是Ezzi 我就没做人父母了 无本事分享这些提示 唯有借花敬佛 引述来自槟城的教育中心 Aris Academy 联合创办人Alina Amir的访问 分享给你 Aris Academy这么多年来 培训了不少的小朋友和老师 培养小朋友理财的 这六个提示 肯定有几个適合你 第一大提示 陪你的小朋友玩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试问有哪一个小朋友 不喜欢玩的 所以家长应该要陪他们一起玩 还要在适当的时候融入机会教育 家长要引导小朋友 在游戏之中加入钱银元素 百万富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游戏涉及很多买卖 小朋友可以透过游戏接触钱的概念 给他们一个相当之好的理财入门教育 第二大提示 父母要避免做财神爷 我有个挺特别的朋友 他身上总有很多的税银 不知道为什么 去到哪儿就跌到哪儿 所以身边的朋友都叫他财神爷 现在这位财神爷做了人的父亲了 他说自己要戒一戒到处跌钱的习惯 不是因为奶粉贵 而是不想儿子误会 钱银乃是新外物 千金跌尽还复来 小朋友如同一张白纸 家长怎样对待钱银 他们就会跟着学 所以家长需要做一个好榜样 给小朋友明白 钱是贵重物 要好好收起来 兼且要懂得赚回来 这个点就要拿到教识小朋友理财的第三个提示 教练他们有一技之长 当小朋友达到一定年纪的时候 他们会开始展示对某些事情的兴趣 比如说他们喜欢画画 家长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多多鼓励他们培养兴趣 再引导他们学习一些可以辅助他们的工具或者是科技 现在盛行着人工智能技术 和画画美术相关联的工具 有DAL-E、Mid Journey、Hot Pod AI、Starry AI等等等等 很现实地说一句 人工智能的狼潮已经不可逆转 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环 如果你的小朋友未来对AI工具一跳不通 后果相等于你现在不懂用Google一样 趁着这个时候和你的小朋友一起学习一下人工智能工具 也可以趁机培养亲子关系一举两得 看下时间又到三分钟了 再分享的话我就要超时了 教导小朋友理财的六个提示 还有三个 我们下一期再继续谈 三分钟经济好easy 搞动经济好诡异 我们下期再继续谈